哈囉各位電腦好朋友大家好 那 鏡頭前面這顆啦 巴勒 巴勒 是一顆石森苗的巴勒 石森苗巴勒原本種在這個黑卵盆的石森苗 本來是要來做 真木架接的 你看這個黑卵盆已經被他撐壞了 本來是要當真木架接的 後來就一直丟著 就沒有理他 因為也沒有在架接 也沒有地方可以種 那後來呢 他就開始開花結果 今年應該算是第三年開花結果 巴勒其實蠻快的 那為什麼要記錄這顆 因為這顆很特殊 來你看他的葉子 他葉子 跟一般的什麼珍珠巴勒 帝王巴勒 那個不太一樣 因為他這個葉子的顏色有點紫色 有點紅紅紫紫的 所以呢 那時候我們就判斷 他會不會是 紅辛巴勒的後代的種子長出來 那果不其然在前年 長第一顆的時候 我們就把它摘下來 然後切開 果然他是紅辛巴勒的後代 很神奇 他一樣 是裡面是紅辛的 那結果呢 他的果實並不大顆 不過他風味非常好 那現在我發現了 有一顆呢 已經成熟的巴勒在裡面 我現在就要把它摘 摘起來 然後把它打開 擦一擦馬上吃給各位看 這10升秒 10升的巴勒啦 所以有時候 有時候 就是身邊 如果有一些10升秒的話 你如果沒有把它做嫁接的話 沒錯他會 比較往開花結果 但是 他最後開花結果之後 有時候會有很多的驚喜 驚奇 那這顆巴勒非常好吃 廢話不多說 我現在就把它摘下來 好 我現在把它摘下來 只把它用剪的 只把它用剪的 把它剪起來 打開 哇 顏色 超好看的 好啦摘下來了 他真的是 滿小顆的 小巧可愛的 不過這個 你看那個巴勒皮 晶瑩剔透的 黃層層晶瑩剔透的 黃層層晶瑩剔透的 我現在咬一口給各位看一下 先擦一下 擦拭一下 擦拭一下 好 你看紅色的 嗯 相當的 相當的甜 但是他 種子裡面發育 怪怪的 種子沒有完全發育 只是有點少 然後沒有發育完整 不過風味非常好 哦 汁很多欸 多汁 這顆有點 熟 有點太熟 因為脆度已經不夠了 不過他香氣非常濃 所以哦 紅心巴勒的種子種出來的 我們這顆也是紅心巴勒 他不知道是不是全部紅心巴勒的種出來都會紅心 不知道 看他的 瘦粉的狀況是怎樣 好我把它吃完 好我把它吃完了 裡面的紙哦 很少 大家紙哦 發育怪怪的 哦 很少發育怪怪的 好 樹上還蠻多的 哦 有些哦 是 應該是可以摘啊 哇放太久的話 太軟的話 哇這顆 太晚套了 裡面有蟲跑進去了 有蟲跑進去了 那顆沒用 哇這個沒套到 沒套到 這個肯定是 已經有那個果蠅釘了 這扒掉 拿掉 這邊也是 都沒套到 這個都沒用 拔掉 待會呢 再把它拿出去 處理掉 避免那個果蠅哦 孵化出來之後 又在園子裡面作祟 好 這個就是我們 園子裡面的 真木 真木苗 長出來的芭樂 旁邊還有很多 真木苗 那個 芒果的真木苗 也有那個 琵琶的真木苗 那琵琶真木苗 上面也長琵琶 都太高了 你看 這麼高 有時候真木放久了 它就變成成層數了 OK 簡單的一個紀錄 就分享到這邊了 我們下次見 這顆也可以吃 我們等一下再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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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